全层突围里提到过一个黑洞人的概念,意思是生活中有些人像黑洞一样,不停散发暗黑能量,将周围的人吞噬于深不见底的泥沼之中。 他们往往有着毅然一爆炸的脾气,对一切事物态度消极,与他们相处久了便会觉得万物阴暗,身心萎靡,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 正如一句话所说,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且常常因为别人而消耗自己。 人力于是,已属不易,余生一定要远离那个黑洞体质的人。 1.情绪黑洞 作者小野哥在吉米漫画社上发布的一组漫画,引得无数网友共鸣。 漫画主人公是作者的一个朋友,和妻子结婚半年就离婚了。 他说,这段短暂的婚姻快要让他窒息,妻子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他做什么事情都得经过妻子同意,就连衬衣的颜色也都由他指定。 但是反过来,妻子做什么事情他不能有反对意见,否则妻子就会直接生气,砸东西或者回娘家。 有一次,他去乡下接生病的母亲,而妻子不太愿意把老太太接家里去。 他本想和他商量,结果妻子直接在高速上拉开车门,威胁他,如果敢把老太太接回家里,他马上跳下去。 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和妻子在一个屋檐下,他身心疲惫,生无可恋。 妻子没来由的坏情绪总是耗尽他的心神,他上班也打不起精神。 有时下班回家,他宁愿先在车里坐一会儿,平定好心情再上楼。 最后他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 爱情里遭遇情绪黑洞,只会将爱的人迅速推开。 社交间同样如此,任由情绪泛滥,结果伤人伤己。 在公众场合,情绪黑洞者会不加控制大发脾气,让邻人跟着倒霉。 在公司,他们会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消极代工,让别人承担后果。 在朋友交往间,他们完全不顾对方感受,因一点小事把关系闹僵。 太过情绪化的人就像一枚不定时炸弹,不经意间就会引爆,殃疾无辜。 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或成为他们的宣泄对象,或成为他们的伤害目标。 情商之父戈尔曼曾说,情绪具有超强的传染性, 而且会演变成情绪泛滥。 不仅会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而且会因为一件事蔓延到所有事。 对于情绪黑洞的人不必纠缠,不必争辩。 保持沉默并敬而远之,才是保护自己的万全之策。 二,能量黑洞。 网上有个问题,为什么要远离负能量的人? 其中一个回答是,尽诛者赤。 尽默者黑和负能量爆棚的人在一起, 你也会变得悲观又消极。 有位打主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公司做销售。 公司要求两人一组拜访客户。 作为新人,和他搭档的是一名老员工,算是他的入门师傅。 但是几天下来,这位师傅非但没有给他传授任何技巧和经验, 反而一直在抱怨,或抱怨加班时间长,或抱怨无故被客户投诉, 或抱怨被领导批评。 有一次他们一起乘公交,上车前他抱怨公交车太少, 城市交通管理不到位,上车后则抱怨司机开车太慢, 这位师傅总是喋喋不休,没几天,打主的斗志就被消磨殆尽。 打主一开始还试着安慰他,时间长了自己也变得郁郁寡欢,甚至想要离职。 正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般,负能量的人总在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惹人厌而不自知。 我们可以适当同情别人的遭遇,但长期浸泡在悲观消极的环境中,自身也会变得疲惫和颓唐。 作家李尚龙说,一个人身边只要有超过一个负能量的朋友, 还天天待在一起,生活基本就荒废了。 正能量的人犹如太阳,给人以温暖。 负能量的人犹如尖兵,靠近便觉浑身寒冷。 人与人之间是有磁场的。 保持乐观积极的状态,需主动靠近乐观积极的人。 拒绝吸收他人负能量,首先学会远离能量黑洞。 三,反馈黑洞。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和他说好的分工协作,结果自己的部分做完了,对方却毫无进展。 和他约定好的交差时间,结果时间临近对方却杳无音讯。 这类人就是典型的反馈黑洞,他们事事无反馈,无交代。 有个自媒体作者曾说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之前在报刊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到了截稿时间发刊在即, 却有一篇约稿迟迟没有收到。 编辑部的同事找作者催稿子,也没有得到回复。 当时整本杂志的发行工作都已基本完成。 而因为等着一篇稿子,整个团队的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最后是主编熬了一个通宵,亲自写一篇稿子顶了上去。 事后,作者只是轻飘飘回复一句,家里有急事,未能完成约稿,很是抱歉。 而主编却做出决定撤下该作者专栏,今后不再采用他任何稿件。 曾看过这样一个观点,职场最没有前途的一种人叫反馈黑洞。 他们往往对于被分配的任务,渐渐无着落,事事无回音。 绝大多数工作在他们那里得不到闭环,最终只能由同事背锅。 生活中和这样的人相处,也等于给自己招来麻烦。 对于做出的约定和承诺,他们全无落实,虎头蛇尾。 经者为我们带来不便是被公办,重则可能招来祸端,避之不及。 与之相处越久,越会惶恐不安,患得患失。 让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 与其让反馈黑洞者打乱生活节奏,不如及时止损,拒绝与之共识。 四,忍之黑洞。 穷爸爸和父爸爸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主人公清奇有一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 每天兢兢业业,写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 但他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于是他开始在工作之余写书,希望通过版税增加自己的收入。 而等他终于历经艰辛把书写完并出版,却遇到了大难题。 由于他只会产出内容,不会运营和推广, 新书销量惨淡,处处碰壁。 他整个人也开始怨气连天, 认为自己空有一身才华却无人欣赏。 清奇听后劝他别灰心, 建议他先去学习一下市场营销和相关的运营知识。 结果女记者一听就生气了, 不要把我和销售人员混为一谈, 我绝对不会去接触销售的工作,太掉价了。 清奇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只是觉得可惜, 如果对方能跳出狭隘的事业观, 事业定会有所突破。 然而他知道对方听不尽他的话, 便不再规劝,也不再争辩。 视角狭窄,固执己见, 这是认知黑洞的典型表现。 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是墨守成规, 拒绝主动学习和成长, 固守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一旦遇见意见不易者, 他们会习惯性反驳, 非但听不尽劝告, 还会把对方拉低到他们的同一水平线。 有人说认知水平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鸿沟, 越是认知水平高, 越是不断探索,精进自己。 而越是认知水平低, 越是固不自封, 自以为是。 对于那些认知水平低的人, 与其辩论, 不如沉默, 与其费力拯救, 不如适当远离。 唐朝皮日修尔真有言, 尽贤则聪, 尽鱼则愧。 人与人之间的磁场相互干扰, 相互感应。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去靠近此类人。 而厌恶什么样的人, 就要主动远离。 远离情绪黑洞, 不为他人情绪买单。 远离能量黑洞, 不被他人吸食能量。 远离反馈黑洞, 不被他人敷衍拖累。 远离认知黑洞, 不因他人内耗自己。